自从义昆公那位断发之后 他额娘就病下了是吗 听说 是如此 他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 额娘也得知道啊 王辰 派个机灵点的小太监 去说说 这 奴才这就去办 老夫人 这药还是得喝呀 奴才问老夫人安 您是 奴才是宫里来的 主子娘娘又出事了 奴才来禀报老夫人一声 又出什么事了 皇上查知 容亲王薰事乃主子娘娘所害 恼怒之下 已经收了主子娘娘的皇后侧保 皇上可能是动了肺后的念头了 不会的 如意她不会的 眼下您病着 您还是绣扰好身子吧 如意 我的女儿 老夫人 皇上你不能收了如意的色宝 你不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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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那夫人听说了一坤公子 老夫娘娘被收侧宝的消息 竟历时弃绝了 死了 那挺好啊 乌拉纳拉市的额娘 你就先到地底下 等你的女儿吧 皇上 奴婢刚刚得到一消息 什么消息 一坤公娘娘的额娘 过身了 可要告诉一坤公娘娘 派人告诉她吧 是 是 娘娘娘 老夫人去了 您伤心 想哭就哭出来吧 您好 王贵妃 派人去府里传话 让老夫人知道 您被拿走策榜的事 虽说是皇贵妃该使得 协力六宫之权 可奴婢就觉得 是巨心莫测 太可见了 留下是皇殿真杀 就是皇殿真杀 有所无所谓的的案件 应该把我送了 曾地霍天 以后 都有 伯爹 您应该把我吃 还是抱着 钱 就可以你 说 娘娘 皇上已经准了给老夫人厚葬 老夫人会入土回来的 老夫人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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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您这都跪了一晚上了 再怎么跪下去 人会熬不住的 那好歹您喝点水 奴婢给您熬点粥去 好 好 岳飞娘娘 皇上说了 若是为易坤公娘娘来求情的话 那就不必了 荣沛 奴婢在 奴婢在 娘娘怎么啦 扶我起来 是 慢点 去衣柜那儿 是 把衣柜打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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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 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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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回去 臣妾 臣妾有事恳求皇上 都到这个份儿上来 你还要替如意求情 那夫人是姐姐唯一的至亲 如今忧伤临时 后事无人看管 臣妾恳求皇上 准许臣妾去益坤宫见姐姐一面 就当是 问一问姐姐对那夫人后事的安排 朕已经许了那夫人后葬了 皇上既然已经后葬了那夫人 可见也视他为至亲 臣妾恳求皇上成全 见完了立刻去圆明园 臣妾谢过皇上 姐姐 皇上要我立刻去圆明园 为永齐主持后面驻岛的事 你也帮我给永齐 每日都上住香 我会的 娘娘 该吃药了 一会儿一会儿来 十二阿哥 姐姐也不必太担心 皇上留了她在协方殿里 荣妃也会帮我多加看顾的 胡云角的事你查得怎么样了 自从姐姐交代之后 我便让人在永齐府里一一盘问 这说来也奇怪 胡云角自从到了永齐府底之后 从来就没有回娘家醒过亲 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 除了偶尔来我这里情安之外 都跟永齐呆在一块 也看不出来会受谁指使 她跟你情安的时候又何一样呢 她的话不多 平日离在我这儿也是待一会儿就走了 不过我听下人们说 好像她每常进宫一待就是大半日 会不会是去御花园闲逛了 还是做了什么事 姐姐 你怎么磕成这样呢 吃药吧 无法 那她和永齐在一块的时候如何 她和永齐平日在一块挺好的 不过有一件事说来我就生气 她跟福晋在一块的时候 总是热水沐浴 但是偏偏和胡云角在一块时 胡云角总纵着永齐的脾气 让她冷水沐浴 衣着单薄 甚至有的时候 还跟她一起共事寒粮之物 永齐的身子 哪能这样受寒 劳累 她这样伺候永齐 不就是要她的命吗 我在派人查胡云角遗物的时候 还在她房中的首饰盒底下翻到了这个 什么药方 藏得这么仔细 这上头也没有姓名 看着 倒是有些年头 我觉得有些奇怪 便拿来给姐姐瞧瞧 寻常药方都写明写信的 这个确实有些古怪 你去圆明园之前 让江雨斌细查 胡云角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都不要动 仔细查一查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姐姐放心好了 我会找人办妥的 除了再查胡云角的事 有几件事 你得去搬一搬 姐姐吩咐下来 我一定仔细去搬 一直这么渴吗 还能找到你 主 按照您的吩咐 给十二阿哥送去了 入下要用的东西 于飞传了义空公娘娘的话来 你赶快去祁福寺 找到我们的族人 让他们转告阿爹 按照信上所写 找到发配编地的这个人 是 我们来到的医生 找到的医生 我来到医生 一起去祝福 在医生 的医生 人 给额娘请安 快起来吧 谢额娘 额娘 这些都是胡适留下的遗物 好好照顾自己 快回去吧 儿臣先告退了 李玉 胡适脚的遗物 都要仔细一一彻查 是 还有 往来圆明园跟紫禁城之间 传递消息的事 全麻烦你了 奴才人在圆明园 但徒弟们都在紫禁城呢 一定办好差事 皇上 于妃娘娘去圆明园前 订话过来 她去义昆宫看了娘娘 见娘娘伤心抱病 想恳请您 允许太医进去医治 她什么病长 娘娘接连丧子丧母 自然心愈难解 这得让太医看了之后才知道 皇上不会 连太医都不许去看吧 怎么会 朕已经许了 吴朗那拉氏夫人后葬 让太医给她瞧瞧 也是无妨 那也得派个可靠的太医 别让什么人混进去 害了娘娘 皇上 那奴婢就安排江太医 去医空宫吧 好 于非她交给你的药方子 查得如何了 韦姐已经查验过了 自己是包太医的 包太医 为臣怕不妥 还专门拿了包太医 以前写的脉案来对比 医确认不误 可这包太医 从未去过容卿王府医治 为臣拿的药方子去试探他 他却装作全然不治 都他医素来给魏燕丸医治 胡云娇和魏燕丸有关系 也不意外 方子治什么呢 是一种极罕见的血液之症 得了这种病症的 都难以医治 人也活不过壮年 这方子上竟是一些 一般人都用不去的 名贵药材 也只能调命而已 难道胡云娇 得了这种病症 魏燕丸利用这个方子 指使胡云娇 药主本空不放 为臣还有一事禀报 于非娘娘 拿来了几件 胡哥哥的遗物 其中有一样不妥 为臣带来来 给您看看 这是容卿王附近 从容卿王床头的 梯子里找到的 是胡哥哥的东西 一个用完的香粉盒 为臣查阳过里面的粉末 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 如果用在外窗伤口上 只需一点就能致命 外窗伤口 外窗伤口 那时候勇齐的复古剧已经溃烂 那时候勇齐的复古剧已经溃烂 难道这是胡云娇 用在勇齐身上的 勇齐并不是病死那么简单 可是容卿王红室时日 为臣在侧 容卿王并无中毒迹象 平白无故的谁 谁会放这些东西在勇齐的床头啊 歇息想来 胡云娇速日对勇齐的举动 也像是 蓄意地加强了勇齐的病症 为臣查验过 这个东西 只有内庭采用 内庭 胡云娇 我时常到宫里给海岚请安 但汪汪坐坐便走 倒是在宫里会带上半日 原来她在宫里 真的跟人有亡了 他们针对的不只是我 还有勇气 或许还会有勇气 来 娘娘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娘娘 让卫生给您看看吧 来 这 什么 有话便说 娘娘 可及沉重 已经出了费力 成了脑症 这病极其凶险 无必得好好医治 有多凶险 你就告诉我 我还能活多久 娘娘 这病得安心静养 不可再劳心非诚 您放心 我将一病 一定凭得毕生所需 为您医治 到底还能活多久 也就 你这三四个月吧 够了 张云禀 你知道我有务必要做的事 如果 你真的是对我用心 就按我吩咐地做 娘娘放心 为朕一定尽力 用药 帮娘娘吊住今生 好 你们两个 都不准对旁人说我的病症 只需告诉他们 我是伤心保佑的 是 这个 这是 这个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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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